谭子推荐烧腊店,来自香港师傅的好手艺我还蛮常吃烧腊便当的加上也喜欢吃 所以一吃就最少三年这次特地来到谭子市网友推荐的龙凤烧腊觉得价格好划算哦 因为饭量多,烤鸭腿也大之贴个龙凤烧腊地址 台中市谭子区雅谭路一段50号电话,0425331095营业时间,10点到19点 我们大约下午一点多到想说避开用餐人朝下午没有休息真好我最喜欢这样的店家了 饮料自取,无限喝我看外带的人也装一大袋 汤瓶也自由取用,豆腐很多不会移过用餐时间 旧汤少少料捞不到的情况 虽然价格有调整我还是觉得很便宜尤其是吃完之后 反正更深深有感 Tilda,汤品和红茶,烤鸭腿饭100美元配菜是冬粉,海带跟高丽菜 看网友说好像配菜不太会变不过我是觉得分量蛮多的 哦哦,也不错吃就是Tilda 看看这烤鸭腿的比例是不是很豪迈的一只 而且,我吃过好几家的烤鸭腿都会偏干这里的 不会,还饱有肉汁,皮薄脆,觉得推荐加上,我还没开始吃 就听到老板跟后来的客人说鸭腿卖完了庆幸还好 我知道了 烤肉饭70美元这个对我来说 会稍微偏干一点皮不是脆的那种烤鸭腿在这一局获胜 怕Tilda 特制辣椒酱油怕辣的人 千万不要轻易尝试真的会辣Tilda 不过我觉得辣得很过瘾 嘿嘿Tilda 三宝一百美元 我原先怕翁先生肉会吃不过瘾 所以另外再欠了一盘三宝综合的油鸡吃来滑嫩 点油鸡腿应该也不赖开心的事 竟然有烤鸭腿耶 结果 跟我点的一样耶 怕Tilda看网友讨论 好像算幸运耶 结果翁先生那盘的饭他吃不完龙凤烧辣他们家的饭量是真的蛮多的男生一定可以吃饱另外 如果点便当 又想多吃其他种类的肉的话其实可以单点一样肉 是20元不用像我们一样另外欠三宝 吃完快两点个人都离开了 再拍一张可以顺道去凉水时做茶屋喝下午茶 或是水龟薄豆花来一杯啊Tilda 有机会我会再来吃的坛子推荐美食 再插其一家了Tilda 蓝色起是IGBLU119CHESC 然后我们会再来吃的坛子推荐美食